Hello, 今天早開始了, 江湖規矩, 不用不用的 一開始就來了, 江湖規矩是你定的 因為今天早了, 不用 歡迎大家又來這個禁師不禁話 今天見到中間多了嘉賓, 介紹一下 組型嗎? 深了肥 女王組型 他也是女王, 不過是另一個類別 字母女王 怎麼是字母女王? 兩個字母組成 叫你 她叫Ruby Ruby, 她很講雷 上個星期她也有聽禁室 聽完女王這樣叮囑我, 還敢來 對, 即是淡三夢 即是不是認識那麼久, 又有那麼久的基礎 都不會理會我 我最欣賞講雷戲的女子 Ruby 最近認識了很多年 我在音樂會上正式聊很多 唱歌還是彈琴? 她是彈琴的 她不單止 當時的音樂會 當時的音樂會 本來她應該是做什麼琴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當然我年紀有點出入 她以前是在樂隊裡彈琴 我認識編曲 我認識音樂技術 她也做過很多有關音樂行業的事 甚至做過幕前 有些樂隊成員 也是 她在樂壇有很多之多彩 她是做什麼崗位 打鼓還是彈琴 彈奧琴 還有中樂 二胡 因為她本身 從小到大 在音樂的底都很豐富 要視乎我的朋友 我能夠遇到 在音樂的場面 遇到一定是不少的事情 當然是有很多事情 一定有涉資深 往來無伯丁 於是 聊聊一下 她有聽我的節目 當然 我都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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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事 令到很難堪 我經常在節目中 恥笑的對象就是她 是嗎 而她又不生氣 為何會恥笑她 我經常恥笑的品牌公關 我最近做品牌公關 還做奢侈品品牌公關 沒有問題 她就恥笑那些主婦 何韻詩的事件 因為何韻詩的事件 何韻詩早前 她還未開了音樂會 而她本身的身份 亦是比較反建制的 那視乎 品牌公關受了壓力之後 取消了音樂會 對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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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震動 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緊 於是 如果當時你是那個公關 你會怎樣拆彈 怎樣 我已經答應做何韻詩 當然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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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否寧願沒有工作 不會沒有工作 譬如上面的壓力 或者真的 如果是何韻詩的話 上面有些出口術 你知道大陸很喜歡 有杯葛你的牌子 你先揹不揹著 不 因為這樣的情況發生 多數都有兩個原因 是 一就是 那個品牌阿姐 未必 看得透徹的形勢 有件這樣的事 何韻詩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他之後發現原來 才會找他 哎呀 糟了 我真的要處理 這是其一 其二 就是 如果你真的知道何韻詩 其實他有這樣的政治取向 或者其他 其實一早已經知道 公司已經一早通了天話 我們特意想有一個特別的形象 對呀 才找他 所以找他 如果上面 或者香港老闆OK 但是 亞太區有一個老闆不OK 那你就跟他說 香港那些文化學生 你懂鬼嗎 嗯 你請我 因為你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多數 很多事都會這樣做 是 很明顯就是 香港的L'Oreal 就不懂得像你這樣 令到整件事 或者我失敗了一個 可能之後被人解僱 不知道 各個公司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 關鍵在這裏 你怕不怕被人解僱 你還做到一些好事 往往是 成正比 有很多時候 人家給你一個責任 就是要你去解決這些問題 一定有風險 但是現在很可惜 香港的文化 就是 做少就少錯一點 變了 而且每次都害怕 因為攻擊層樓 怕攻擊我兒子讀書 而敢去冒這些風險 所以正正 被共產黨 長期都是這樣看死你 威脅了他 看死你 根本你的人一定妥協 你看到一些藝人 我未見過全世界 哪有藝人 好像香港藝人那樣折躲 全世界藝人都是反建制的 別人就是喜歡你反叛 才會喜歡你 覺得你有性格 但香港的藝人 竟然全部放棄了自己的個性 我覺得這件事 正正是我們今天要講的話題 中國人究竟 是怎樣去處理自己的品牌 怎樣去捍衛自己應該有的東西 香港應該有特殊的地方 因為百多年 殖民地教育 將香港孤立了 為什麼孤立呢 因為你回大陸 經過一條羅湖橋 深圳河 那時候 就不可能回去找到飯吃 只有那裡走下來找飯吃 所以人們知道那條 向北就是一條絕路 你以香港沒有東西做 找不到飯吃 你回大陸也找不到飯吃 你能夠走的 就向南走 如果你向台灣那方面走 你又未必一定適合文化 起碼你不懂得說國語 香港不教國語 那時候 只有那間蘇折 但那時候 國民黨勢力也有國語教 對 國民黨很少 都是用廣東話上學 第二 中文教育 那時候很低賤 即是說 你不讀書 你很難有大學入讀 你出路 你去洋行做一個男生 你不懂英文就死了 你當警察沒有紅肩膀 你就少兩級 是 這麼壞 所謂的 他有一個紅肩膀 即是誰 現在沒有了 那時候 警察肩膀的號碼 後面有一個底色 通常是製服角色 即是綠色 有黑色或綠色 深色或淺色 但如果你是英文 他會加兩個increment 加進兩步給你 後面佔著的底色 就是紅色 那叫做紅肩膀 紅肩膀 就證明懂英文 後來就取笑顏 即是沒有歧視 因為當時的上司 全部都找個男人來溝通 都要找個紅肩膀 沒錯 如果你做boy 你就去四樓 陰宮 當時不是寫字樓助理 叫做boy 叫做年輕 英文是boy 你做甚麼做boy 即是被人洗 即是奴隸 又是你不懂英文 根本不請你 你去拆鞋子中環 你不懂英文 又找不到客人 各樣都是 根本是沒有法治有出路 中環也沒有出路 所以這個造成 香港是一個很孤立的地方 專程的 專程做孤立 這件事 維持了百多年 八五年 現在才慢慢有少許改變 這件事令到人心底 譬如我們那一代 我們老爸那一代有幾件事 第一是送羊 未羊 第二是怕鬼 我不知道你家裡的事 現在也是 上次我不是說過 差人 現在越來越怕鬼 但現在 譬如你出去講英文 現在也是 我覺得現在嚴重了 近五年嚴重了 不是吧 差人就是差人沉 那次說過了 差人是讀魏俊 魏俊好像沒有英文 怎麼說呢 有時候 譬如說 我那個年紀 可能 你很生的 有智英的時候 有智英的時候 他們就 原來你讀了書 不如去做警察 因為他們就 可能有房屋遵守 有百多元 又不錯 又有進行機會 各樣的事情 不如在大學 就可以進去做幫班 已經十分之好 現在反過來 是所有那些 好像要不行的 那些 就是你外面找不到 那些就進去 然後他們一進去 他們又很容易 有些比較穩定的收入 所以變成那些警察 其實他們又不太懂 怎樣去用英文溝通 譬如我 我家住中環附近 很多時候 有時候 外國人士 不要說是外國人 他們問他們 其實他們真的不懂 問都不懂 日常 他們不是作為一種 生活語言 就更加問題 香港孤立了 就有這個問題 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出你的問題 是 他們不定走 你走到新加坡 又說英文 你不受理 又認為你程度低 馬拉 馬拉更不受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裡 本身無人 馬拉人本身 已經跟華人有很多不妥 這麼多年都不妥 但是今時今日 馬拉對香港演藝界很有貢獻 有 從香港和政府煞氣 被五毛追擊 被人孤立那些藝人 馬拉那些就接濟他 對 阿澤那些好像 挺好 因為 一開始馬拉就要自己拍電影 因為他以往整個地方 沒有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是近年 新加坡也沒有 開始有一套叫做小孩不笨 開始 那個同學 我教過他 在電視台 因為那邊太多禁忌 所以很難做很多創作 沒錯 這個 稍後也要說 南韓 我去的時候 70年代 是完全沒有電影 電影全部買外面 香港是一條路 非常歡迎香港電影 香港那些老粗的藝人 即是达山魚 那些什麼 龍虎舞獅 全部都去那裡娶老婆 不是 大部分 大部分 在那天出籠 就算不娶老婆 都去那裡玩 我也去 他們很早 因為那時候傳說 韓國殘廢餐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國家剛剛打完仗 又被日本人統治了50年 很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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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可以找到 多數是婦女幫忙 賺外發第一套金 其實所有這些國家的起步 都是這樣的 日本也是 你別以為日本很昌盛 日本本身也是 日本昌盛 香港人是很慘的 在那時候只有自己努力 所以說 其中一個太平山下精神 什麼精神都好 因為被迫住了 正是一個孤島 你不拼命 你不努力 根本沒有人可憐你 誰可憐 哪有人說 會特別關照你 所以 造成你剛才說過 他有錢 會很流暗 其實我覺得 也不單止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為何今天人少做少錯 這個心態 尤其是公務員 原因就是以前 直至曾蔭權為止 我真的可以做公務員 上到最高的職位 但自從曾蔭權之後 其實董建華之後都折諾 不停地空港 把高官都折諾 那些位置 原本明明朝氣勃勃的公務員團隊 打算做好一點 來升職 就算肯拿肩膀出來揹 但也沒有機會 你現在看到 全部都是垃圾桶 去做什麼官 那些官全部都是自己 所謂問責制 就是不找那些人做 那你想想 你作為一個公務員 你哪有希望 最多最厲害的人 可能會做到比書長 是啊 那我唯有 反正我都不能飛黃騰達 我便等退休 我便做幾天 只有幾天 我便盡量不要摸鑊 因為摸鑊 有危有機 但這件事不是現在的 既然都會這樣 只不過 好像現在有些 古代的迷思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原因是 有個機會讓我上到位 至於你肯不肯搏 你不肯搏 別人肯搏 有些鬼頭 還會頂著你 你根本上到那個位 你就不會超越他們的英國 有一些部門 是永遠不會唐人做的 譬如警務處 譬如廣播處 這些地方的情願 給你去別的民政處 可能會給你 但在晚英的時候 已經放了 因為他準備歸還 要八四年之後 他們已經做設計 尤其是彭定康那時候 直選了 被你直選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 反過來來說 就覺得他們有陰謀 其實彭定康 很明顯 就算彭定康 和以往的港督都不同 原因是要認識英國政治 才知道為什麼 那些港督都會出現 以前那些港督 全部都是放逐 最初是將軍 或者是兵頭 所以是兵頭髮丸 甚至乎是麥理浩 麥理浩根本就是 外交家 而且他是不受重用 因為他的思想是左傾 他是朱丹麥的領事 他很左傾的思想 本身英國本土不受歡迎 當時戴卓宇的年代 到沒有? 之前還是? 之前 他不受歡迎 後來來到香港 才給了那麼多筍東西 又供屋 又供業村 其實是一個巧合 當時很多香港人 都因爲這樣有希望 但現在 每個部門都是這樣 因為生活指數太高 被你供的那層樓綁住你 令到你不敢搏 你不敢搏 如果我搏一搏 正如你來香港的PR 可能真的要供兒子讀書 可能是陳樓未供屈 萬一搏錯了 不是人 好像你那麼瀟灑 那怎麼辦? 要是否選擇 最差勁 最差勁 那位行政長官任榮 那個叫做任格製 就是不讓你香港的英式民官官 升上去 那問責製最高的那個 你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有時候他是不是偏左呢? 是不是有時候他都害怕呢? 這樣就沒有計時那麼公正 那個想法 所以我做呢 我都知道永遠升不到那個位 剛才說的 那個位永遠升不到去 那我幹嘛要放病呢? 我放到最後 可能我也沒有份 我做不到那個處長 局長那個位 那位要得到那個行政長官清來 他就看一看你 騎騎騎騎騎 騎騎騎 騎騎騎 你也有份 那我又不是 家裡的背景是這麼左的 那我呢 那我呢 他出身又沒有 試過很左的出身 坐過牢的 都死了 這個就是被捲入了共產黨的權鬥 這個是非常悲悲的例子 我覺得很慘 我是一個這麼為你賣命 我就跟你坐過牢 我有起碼武功也有勞的人 而我呢 即是來到這裡回歸了 還不是自己的地方 就給我坐 為什麼做得兩屆呢? 都未做完 突然用那個字眼很噁心 你知道那個字眼叫什麼噁心嗎? 叫做免跡 免跡在中文 我們因為誠實不慣用 就不覺得很嚴重 如果你用慣中文 看習慣那些左派 或者就算國民黨 這兩個字眼很嚴重 這就是炒魷 即是炒魷 即是免跡 以前呢 還有少許人情說 喂 探長 你這波不太行 我不告你了 你自己走了 那你就自己寫封信 即是董建華 腳痛 腳痛 叫辭職 現在流行炒魷 多於叫你走 是的 以前我們叫你走 那就算了 不如你 我不炒你了 你自己resign 大家聊一聊 大家很聽天 很來很開 現在不是過 立刻叫你走 都算是很多需要機構 你做過行政 你知不知道 我們近時 那些伙計 就算是很嚴重 我都叫他你自己走 除非是犯了法 即是留一點臉 如果犯法不嚴重 我必定要報警 報警 就不好意思 法庭判你有罪就拜拜 法庭判你有罪就拜拜 法庭判你有罪就沒有所謂 但交給法庭是很嚴重 一般來說都是 探長 你自己搞定他 要留個面子給你 等你去到大份工的時候 不會寫你的記錄 大份工人士會 會檢查你上了班 其實我最清楚 這些被人踢過兩次出校 我知道有多陰險 我只是薄咀而已 這是多大罪 這個呢 今天又出現了 最近看烏坎村 我看那條罪 我看那條罪很可憐 林祖戀 那條罪 那個就是拘捕 我說現在牽涉 新拘捕的人 新拘捕的人 記者 記者 還有那個有個婦女 她叫做 煽動群衆 本來真的聽到很少 煽動群衆 煽動群衆 他們只是報道 去做煽動群衆 現在可能去那條罪 不是說 你訴苦 或者下明淵 即是上訪那個 即是他老婆 是的 那個人先拘捕了坐10天 有你沒有你坐10天 叫做煽動群衆 即是說 如果我們某人 走到 包青天衙門 你擊鼓 即是那樣 那天就冤冤 哎呀我冤枉啊大人 這條罪叫煽動群衆 那很古代 是很古代 不是很古代 不是很古代 因為擊鼓那些是要 一來就打40大半 打 對呀 即是打老闆 即是讓你知道 你入場法是這樣 會不會高 要你這麼多人 中理 即是有料到 不是啊 有來就證明你未給水 有真事 即是你沒有錢給 原來中國一向都這麼黑暗 這樣就不應該經常針對共產黨 中國人就是這樣 高青天那時也是這樣 有個作家很討厭共產黨 同時很討厭中國的古代 醜陋文化 我也是 所以呢 我們又說回你那個 所以那些人大部分 因為他感覺到自己都不是 有什麼可以突出的 最突出就是可能爬到那個位 那我倒不如緊緊慎慎 大陸有個名詞 叫做軟著陸 你聽了嗎 軟著陸 聽說 即是交接的時候 無災無難 就到退休 我以為這樣叫軟著陸 我以為交接那些 那些也是一個 因為當時回歸的時候 經常聽到這個詞 硬著陸和軟著陸 硬著陸 即是說你不要躺 你去到那裏 林退休 突然有人爆你 近時 索過女兒 其實回歸之後 收過錢 很多個案 譬如肥龍 林 那個叫什麼 肥龍 職務司長 政府司長 他也是 取詞人 去到最後也是被他搞黃 其實整個 平時香港 但他比較張揚 很老實說 他的音樂 不是音樂 他聽黑膠 是限制的 限制的 是找不到的 很貴的 很有品味 人家飛去意大利吃餐飯 十萬元 是華家立 聽歌劇 是華家立 聽歌劇要訂三年 對 還有下去 我覺得剛才議長說的 所有都不是罪名 如果你依法治國 依法治理 根本憑這些買黑膠 聽歌劇 根本就不用拘捕 他現在不是拘捕他 聽黑膠 聽歌劇 是沒有錢 錢從何來 但那些宣傳從何來呢 那就是 大家都認為他是有罪的東西 中國人最邪惡的地方 你什麼叫做依法 你拿輿論的時候 就把這些都說出來 你沒有說他犯了什麼罪 他收了錢有什麼證據 你拿出來就行 在法庭就說 在這裡就不說 不就是證明香港其他群眾 都很膚淺 只是聽這些 因為習慣了 就像周朗一樣 你叫我現在說 他在判庭的時候 判了什麼條例 我講不出 那些事情不用你明白 不用我明白 法庭就有罪 你起碼都要宣佈 譬如中國近期 捕捉最大的貪官 現在就已經 和薪 現在就已經破損紀錄了 被除財後貨紀錄 被我們現任很多高官 那時候和薪最大的罪名 就是因為他貪的錢加起來 我讀歷史說 他是多過當年的國父的收入 如果是多過當年的國父 那時候是多過當年國父 現在美國很多大財法都多過 你以為沒有 但不是罪 只是多過而已 但這條罪 變成了 現在的人一說 我想什麼罪 貪污 怎樣貪污 貪誰 說不出 現在經常都是這樣 貪不出 誰人 你問他 哪一宗貪污 哪一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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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過出 可能有的 可能 大家說出 他錢多過國父 那一年 這樣就不是很清楚的法治 我贊成的 現在也是 總之 反發 他偷很多水 家裏桌下 錢多過床 這樣就有罪 很可憐 多過床 不就是未必有罪 很多心理 有這樣的國民 有這樣的 很多女孩都不是罪 那些女孩 可能喜歡她 喜歡她 喜歡她 喜歡權力的亢奮 也都 未必需要付錢 未必可以令人打架 是啊 原來那些婦女 是被她威脅的 不上床 不下床 就斬頭 或者不用 那些女孩 看到你這麼有權力 很想和你一起 是啊 可能是這樣 待會有些女人威脅她 如果是這樣 我不下床 就所謂那些在Hollywood 人家說 跟誰吃飯 那些權力榜是很重要的 那些女孩 跟哪些製作者吃飯 是影響女孩的身份 是啊 沒錯 但現在是 大陸的富商 找那些男明星吃飯 是嗎 是啊 現在是流行的嗎 有啊 你危險嗎 我不是危險 是排隊給輪刀 排隊給輪刀 你可能有點喜歡 現在是喜歡腹肌 我這些永遠都不會有 現在流行爸爸肚子 是嗎 哦 那你又聯分組織了 你看到行程是刀鑽 現在日升轉移 和磁場都倒掉 又會有怪事發生 水升逆轉 死升逆轉 對 Ruby 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做什麼 其實她 當時我還未碰到她 因為她曾經做過一個很厲害的名牌 代言人 不是 不是代言人 是管理人 還是銀行 我是不是銀行銀行的名牌 我們是銀行 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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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認識這麼久 大家都有共同的興趣 喜歡聽音樂 自然會想起創作 中國人為何會沒有創作呢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這麼喜歡抄襲 對 譬如說回歷史 例如上海那些名店 以前 以前 一年前 民國年代 譬如老正興 老正興同一條街 你叫老正興出了名 炒鍋厲害 送菜厲害 旁邊是這間老正興 明明是假的 都要AA的 但她叫自己正宗老正興 你又想做一間 你又懂得炒東西 上海老正興 叫老牌老正興 叫老牌老正興 中國人是面不紅以不赤地 將別人的東西撻過來 不是習慣了 三六九罪禽樓那些 你不是不懂的 絕對是 罪禽樓大把 你以為有條龍 有條鳳就是罪禽樓 有幾個很出名 剛才你那些 張小泉戰鬥 現在不是 他們現在有認證 現在是認證 但認證那些人未必是真的 不是 不是 在北京有一個張小泉舖 是有一個標誌的 認證的政府班法 國家還不能相信 黃馬子東也是 黃馬子東 現在說民國時候最初 真的整條街 每個人都寫著那支旗 都是寫著黃馬子 正宗 又是老牌 又是家傳 總之想到辦法 將你的名字改一改 就是他 或者是原裝 原裝 總之一件事 我們現在這樣聽到很少 但你真是笑不出 為何這麼低A牌 香港其實也是這樣 但香港人自從英化之後 就會有一點面子 即是覺得自己 我想抄襲你也不敢抄襲 手攪麵 我覺得很難吃 但他看著大腦 他還弄自己的尾巴 弄平頭裝 看著大腦 還有他逼洗碗 工 社丹 穿軍裝 他覺得很帥 穿軍裝 人文的王軍 是的 最趨詳一個位 有一次我在一個創業論壇 說創意創業 然後那位先生 做嘉賓 就說他的創業 他在香港 是創業問題 他是其中一個嘉賓 那他敢來嗎 就說他的創意創業的理念 公司的形象 他現在是教人 是的 創業的理念 然後我就坐在那裡 我是很後來才知道 請他做嘉賓 然後我已經滴汗 然後大家就當 冷靜冷靜 千萬不要笑 千萬不要笑 但很難笑 我真的不笑 我真的不笑 你一個賊 教人家道德 教人家偷東西 技巧 即是他覺得那些穿軍裝 是我們紅豆豆 很有精神 大家一齊一團隊的做事 吃和吃東西有什麼關係 沒有的 他覺得是團隊的精神 他搞面子出來 這麼直 他覺得是企業文化 大家很精神 客人就會很開心 但是有一間書 他有一間書 他有個同事 還是他的創作者之一 又製造了一間大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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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也是這樣的 香港也是這樣的 是嗎?香港也有這樣的 又叫什麼呢 又叫大家吃 後來他的品牌 一個是平頭裝 一個是做番薯 不是啊 不是啊 都是他來的 另一間 我那次聽他說的 他一開始就用自己的墨頭 做平頭裝 但做了很久 他就想找一些吉祥物 好像吉祥物 吉祥物多了是農物 即是好像那些大快活 即是有阿活 即是有個小丑 現在不是現在有那個人 有一個公仔 有一個胎 那個公仔也是抄 其實抄了一張辣薯片 然後他就找了那塊番薯 就放了下去 為什麼這麼多 不找了那塊番薯 這麼老襯 那塊東西 真是老襯 我要理解 你當然是第一手資料 但我之前就以為 他又是那些增產的 不是啊 他還有一個對戀的 你要留意 他叫做國際文化 就是叫做什麼 大家吃長洲 崩下崩州場的朋友 差不多 他說第一次來 第一次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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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錯 第二次不來 就是我的錯 玩了智慧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次不來 是你的錯 你就走過了 第二次 吃完都不來 就是我的錯 我做得不好 這個通常是雞豆講的 是嗎 是呀 是呀 怎麼吃店講呢 去前是做雞豆 可能是做那些長的 像是呀 像是呀 就是感情那些 哈哈 那就是客途抽痕 哈哈 當這個自己開 因為我觀察應該不是 可能他以為擺平了 可能擺平了 因為他兩條拉不一樣 現在用腳頭的 仍然有很多間 新開的仍然有很多 另外一間是用番薯 用番薯 這個進取很多的 只是湯底也多一個 大哥 他有一個叫做 你真的去吃嗎 當然啦 不吃 精靈是沒問題的 不是 我不去大陸那間 對健康上是沒影響的 真是 去過正舖 好 真的去大陸那間 大陸是正舖 大陸是正舖 先進一點那間 就不是正舖 是一個女人去打你 就是 branding好一點 他起碼黏到 改良版來的 就是那些叫monogram 就是貼到那間東西漂亮 就像是Cafe 兼甲請女人不用穿軍服 兼甲 兼甲 辣湯底也多一些 還有選擇的食物 沒有那麼牛市 但是手攪臉 臉一樣 但他以前 平頭莊那些 有過山雞 過山雞 你知什麼過山雞 沒聽過 我問他有沒有過山車 他就笑 就是廣東 走來雞 又不是 但他很喜歡做東西 他那個 手攪臉 他說他如果初初想做刀削臉 但刀削臉好像周到也是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做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他就研究發明了機器 就是他的攪臉 摔出面 那就是全球發明的手攪臉 你知不知道那個手攪臉 不知所謂 其實那個手攪臉 其實那個手攪臉 我看過那個機器 和我小時候參觀南信公仔麵廠 那些麵都是這樣攪出來的 摔出來的 摔出來的 他用一塊東西 這樣摔出來 然後有一些梳刀 這樣 切開它 只不過別人用電 用手攪臉 就說自己發明 我真的不知所謂 那可以說 發明的是手攪 對 即是倒退了 對 即是地震 或者沒有電力 滑轉之後 可以手攪臉 你千萬次是 Reverse Engineer 對 倒退 這裡補充一下 為什麼中人在本清的時候 喜歡用自己的嘴巴 有了拍照之後 撿死自己的樣子 對 這個都是八年 一般高手的朋友 對 你現在看到那些 舊的藥材譜 有些什麼老牌的油 全部都是用他的東西 是否因為那時候 剛剛有照相館 對 是示茂的代表 對 而且信得過 而且他認為他的樣子 是沒有人假冒他的 所以用他的樣子 媽生兄弟都很難 那時候你有韓國 沒有韓國 沒有韓國 弄了全麥頭 就是怕人們冒牌 所以這個就是 你用那個牌 那時候中國人沒有所謂 麥頭的設計 麥頭是英文 不是中文來的 不是中文來的 那麥頭很容易被人 改了一點 那就已經冒充了你 大家吃的那個人 還在信 沒錯 所以他用了拍照 還有 中文很老土 以前那些麥頭寫著 應名刺殺雙標 提防假務 你叫人提防假務 就是有假務 很嚴重 此地不要吐痰 只要有人吐痰 他不明白這個道理 但他就覺得這樣很聰明 變成什麼東西都有錢 他就印了他的照片 那麥頭出來 據我聽雲若有一集 說了艾羅寶魯汁 是甚麼來的 你也知道 我知道 艾羅寶魯汁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聽他說的第三手資料 艾羅寶魯汁 就是商台的長期客人 幾十年都夠了 艾羅寶魯汁提提你 時間十二點 那是甚麼來的 其實喝下去 是不是人的腦子也要補 不是的 其實它只是一些草藥 即是牛肉茶那些 不是 是草藥 喝了一條牛順一點 其實有甚麼成份 還有補不補到腦 完全是沒有證明的 那些人 只是想喝得健康一點 他說原來 艾羅寶魯汁的艾羅 那麥頭 是一條路過的鬼佬 以前 剛剛流行拍照的時候 照香港館 看到一個鬼佬的照片 好 買來拍一張照片 先拍一張照片 那你拍了鬼佬之後 就拿去做麥頭 因為鬼佬更有權威 有震懾性 沒有耶 不是的是,現在也也有 現時不是做麥頭 ουν 也流盤 流盤 在香港人去旅行 看到那些 surplus 就跟他們拍照 不知道怎麼拍的時候就吹 由於是 arrogance ую外又是 kinda 巨愛又迷外 說有很多時候 Zoneцы真的非常有趣 如果你回廣州或者深圳 常常見留盤 就在地鐵打渾得很大的覆館 是必是鬼妹 是必是鬼妹 又未必的 一定有游泳池 一定看到湾景 不是海景 是湾景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這個房子 做到一個形象叫藍歐 藍歐 他人們很羨慕 藍歐是一個好風景 其實還有一件事 是暗喻 是自由 即是他們在這個幻想裏面 放了一個潛台詞 潛意識 潛意識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就沒有辦法 你喊自由自在就有辦法 你喊自由自在就是另一件事 在後面的字叫文珠 又不說明 又不說明 優柔就可以 優柔就可以 又沒有事 為什麼有個鬼妹呢? 鬼妹是彈的意思 所以他們發夢想跟鬼妹搬東西 沒錯 老爺都是這樣的 我的父輩 即是六七年代的年輕人 發夢都想跟鬼妹搬東西 即是光宗耀祖 因為中國從來都沒有拍咸氣的歷史 真人騷就有 但咸氣就沒有 很禁忌 沒有AB人 所有第一次接觸的就是丹麥光雞 就是那些不知什麼傻妹廠側家 即是那類的 很sexy 很低胸 即是等於現在的中東難民 去到德國 嘩 花嫂了 每個人都不穿 那竟好像彈了空 很容易引誘 誘發他們的強姦案 不是歧視 這是事實 於是那一代的男士 很多時候都幻想 第一個 因為那時候很保守 就算你和我一起丹麗的女人 我都不會打算搞你 沒那麼大膽 現在都不會搞 唯一解放他們的就是劇中的丹麥光雞 那些大幫妹 所以他們的願望就是跟鬼妹做 這件事也是很多中國人 潛台詞 可能你聽說那些有些 征服一些外邦的配種 把那些好的種給他 所以現在一定要找鬼妹 你看那些暗示 其實那幅圖裡面有很多暗示 但是很淒涼的 你知不知香港其實 在賣樓方面 那些銷售、廣告公司 其實真的搞盡腦袋 不停地欺騙大陸人 買層樓 利用了剛才次官說的幾種慾望 就不停地重複 你看到香港 那時候 窩八的時候 在做樓盤示範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 就走進去 不知道做水電 還是什麼 就是看牆 他們當時就是 一車車就車人來看樓 經過會所、泳池 他們都放了一些演員 有些鬼妹在那裡曬太陽 在池邊 這個不止 有一個更誇張 就是有房心 什麼? 這個叫房心 就是房頭有人 已經好像假裝住 你走進去 最好有朋友 看到她 因為平時來看樓 有人通知 但我朋友來看水電 不會通知 那個鬼妹真可憐 她其實是學生 正在讀書 正在做功課 立刻收藏 她不知以為是客人 她以為是客人 因為所謂的房心就是演員 他規定了你穿什麼衣服 很優柔地在露台曬太陽 或者在廳看電視 有人進來都不理你 當全部透明 沒錯 就是當一個活活的廣告 因為大陸有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你去那些夜場 都是很多在玩的那些女生 你去那些咖啡店 有時候他們也有些人是 做戲的人 做戲的人 臨時演員 其實這些想法 我想跟鬼屋 現在是Halloween 都比真是一樣 其實那些胡文虎 那些人還怕十倍 雖然小時候看到那些胡文虎的公仔 都很害怕 你想想那時候 這麼快是真的 現在那些海洋公園都出現了 人家幾十多年以後 其實做個復刻胡文虎的Halloween 還不受歡迎 可能是 你肯定恐怖 有什麼炸油和勾你去炸 那不就要用暗光來做 你真的有 你看到那些人很慘 你反而勾你的舌頭 還要給那些車輪滾 那些車輪滾 好笑的 他每一種罪行 就有一種懲罰 對 勾你根你猜是犯了什麼罪 你是說謊 沒錯 那給車輪滾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嚇壁人 是吧 所以給車輪滾 什麼人炸呢 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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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七宗罪 總之是壞 強姦是怎樣 強姦是通常 妻子 很可憐 在地獄 不是 說你的妻女被人 你奸人妻女 就被人奸回你的妻 狠狠暴力 所以這個很可憐 這是朱年 中國的特色 這是不合情理的 不合情理 關於鬼事 我妻女 是很好的人 你不合情理 做了我的妻女 那我去奸人 人家去奸回我的妻女 多可憐 你看著 其實在籠地上 是不錯的 有少少 我硬碰 因為你作為一家人 你見到你的家庭成員 做了錯事 你都不會去停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妻子都知道 我去奸人 我真的很想說 有很多人都知道 知道都不出聲 譬如說老婆知道 她奸自己的女兒 有些 他老婆都不出聲 那豈不是 那豈不是 你的叫不要出聲 譬如說 公司文化也是這樣 大家都看到 那些人在犯罪 你又不出聲 你好像無辜 但其實也關你的事 但你公司被人奸 所以這個 也要提醒中國人 經常在互斷 為了自己的親人 親人朋友 老曾也說 如親及喪 總之 自己出生的 就一定要保護 當然我們也保護 這是美德 但在保護之上 還有一件事 叫公義 反而孔子時代 就說不對 你可以 你最多是走路 你最多什麼 要爸爸逃避 但你不能夠 做假見證 或者做證人 你正確是這樣 這是一個逃避 最大的就是逃避 沒有影響到香港人 就是中國人 全部都是走路 有什麼不對 就走 他沒有公義 他沒有在罪行之上 有公義 你這樣說回 我昨晚看一部電影 我稍後會說創意 近來看到一個英國片 叫什麼名字 叫做Eye in the Sky 有嗎 有 是舊戲 是4月的 今年4月 這麼早 近來 因為是說恐怖分子 是 現在的天眼 就是那些飛機 在天空飛 他看見你 你又看不到他 我看 他是由論中東國家 在高地上看見 但英國和美國片的不同 美國片根本不用看 炸 但英國人 他就比較有制度 在戲裏面 實際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我也偏向相信 他明明看到那些恐怖分子 在那裏裝甲 即是進入背心的炸彈 走去造世界 一造世界 就死幾百人 即是那些人肉炸彈 但有了證據 拍攝 但整台人在那裏看電視 還在爭論 咦 法律不對 因為其中有一個美國人 你經過美國領事館沒有 我們不能在程序上 我們不能在程序上 那是白人 投了行 去幫助 嫁給中領人 嫁給中領人 這個 在法律上 你要先拿回去審 要審 第一就是 是不用殺的 第二就是 他是美國的人 你經過美國領事 你才可以授權 讓你炸他 很多人還在這裏 聊一段 但他正在進行 正在行動 快出來了 這就是公義兩難傳 究竟 你放過他 外面死了幾百人 還是炸的 也不是隨便炸的 後來 最好笑 他就是問回美國領事 美國領事 炸了 關於事 他是敵人 一句就交代了美國人 就是這樣 然後 最後就是 要炸的時候 你會波及人的 炸了一段牆 炸了一段牆 炸死人 他要評估到 死少於50%才可以動 即是決定這樣 但明明是不行的 地獄火炸彈很厲害 死硬的 有個小妹在這裏 現在美國人的心目中 戰爭一定會有平民死 因為很苦 你當時 扔了一個 原子彈 去日本 長期 死了一群 就哭了日本平民 他講到死了一群 是日本平民 不是軍隊 不是炸役軍隊 問題就是 如果他覺得不殺 現在藉口就是 有個好理由 他不死這幾十萬的平民 將來打仗繼續下去 就死多幾十萬人 What if 經常都會增壓 死多幾萬人 不如犧牲了這幾百萬人的生命 換取 以後不用死 以後不用死 其他周邊的不用死 周邊那些其實是軍人 打仗 何時死到老百姓 即是用幾十萬老百姓的命 去換取 將來 日本或敵方 英軍或美軍 或中國軍隊 死少些人 在平民來說也有死 但在戰爭上一定不夠軍隊死得多 所以這些戲 我覺得 他的貢獻的地方 就是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身邊 取死最低 即是不是打仗 你是取捨 你扮不扮灰 你是阻不阻止 你是否中容 是否互斷 能夠令到更加災難 其實大家都會面對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 習慣逃避 這些事情 最好我不知道 知道我就很痛苦了 為什麼我講這部電影呢 並不是我想講電影節目 我想講講 其實 一個創意 很多人都以為 一部電影拍成億 一定是好看 但其實 近年我看到了一些很低成本 但靠編劇的功力 是的 我覺得更加值得大家欣賞 我們教這些學生 剛剛學期開始 主題是先講原創 Originality 什麼是原創呢 一般來說 人們都不明白什麼是原創 其實原創是自己 適用於音樂界 又適用於電影、電視 其他畫畫也適用的 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從你的生活、書本 就是你自己想出來 而是你決定了你這個價值 就是體現了你的價值觀 這些就是原創 可能有人會這樣想 不要緊 問題是 是你在生活中提煉了 或者你在書本中提煉了 一些你自己 融會了你的價值 你體會了世界 這樣 就將這件事表達出來 不過不同的回隔 可能是音樂 可能是舞蹈 可能是建宗 可能是編劇 可能是劇 可能是劇本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自己體會 你剛才說的那種 不是原創 就是別人的體會 有人體會過 你這麼巧看 你這麼早看得到 或者偷到 於是放在自己的名字上 那這個就不是原創 是別人的 通常那種戲 就是基於真正的故事 只不過他把重點放在哪裏 真正的故事 只要最後都要自己放在自己的觀念 即使剪一個鏡頭 長一點 短一點 都是代表不同的看法 沒錯 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例如拍攝一個小女兒 很無古的那個 拍攝多兩個 在跳飛機 那些觀眾的感覺完全不同 可能只是多了五秒 或者你表達到你自己的感覺 就是不是這麼無辜 那麼簡單 後面還有一些叫做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 再上攻還有一件事 就是 戰爭裏面有沒有人道主義呢 有還是沒有呢 還是原來戰爭是你死我亡的時候 就會忘記人道 還有英國人 我覺得他們比較喜歡計數 究竟死多少生育 死幾個百分比 都不是的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 例如看House of Cards 他們說他們要突擊 然後他們就算 有平民禍大 我們現在有五十個復活人 但是如果我不殺那五十個復活人 我殺了他們的話 我會有什麼高還是不高 美國總統就會決定 對 補償心理 補償心理 現在你要輸五次 你照樣贏 你想想 西方人是會這樣 去解決一些很尷尬 以及很難決定的問題 他用一個方法 中國人就恐怖了 你看看毛澤東 以及歷代的皇帝 你猜不到他是要什麼的 他去殺的人 是不用因為他的特別利益 他沒有利益他都會殺的 當中國人有權力之後 殺了怎麼辦 西方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先講講原創 市官說了原理 但是為什麼 我知道原創是什麼 但是為什麼中國人對原創的東西 或者對抄襲 變得容易不赤呢 為什麼呢 你先發表 我覺得儒家思想是很麻煩的 我到現在都覺得儒家思想很麻煩 為什麼儒家思想令到 令到你好一點 有很多規則要跟著 你不要跨越一些不同的界別 其實你創作是需要去跨越一些東西 但是他們可能要跨越你思考 我贊成 但是為什麼令到他們不害羞 你覺得抄襲是不害羞的 抄襲是不害羞的 是理直氣壯的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以為是近代才發生 不是 我以為是近代才發生 老政經的時候 老政經也算是近代 如果是中國的文化來講 我想古代也是很多抄襲 只不過是沒有法例 二來沒有品牌的概念 我相信 以前所有好東西都是皇帝 我不信真的去發明字 皇帝什麼都懂 那套拳又去發明 字又去發明 最後都要歸回他 就是因為歸回他 這個就是如宗 要有一個貿易的字 就是你說那種 但是為什麼不害羞呢 我就歸咎於 他在強烈的自卑下 他不覺得 總之 我這班人 大家都有這麼低水平 我高你一點 我騙你而已 我抄襲了別人 你不知道 但是今時今日 香港人 這麼多的前衛 叫做比起中國歷代 你真的覺得香港人是前衛嗎 中國人的歷代 中國脫離飢荒 不是很久 脫離被皇帝哼的頭 不是很久 香港人還不是前衛 香港人被英國奴化了 不是奴化 是進化了 進化了 變成了一點 視野就有一點不同了 所以香港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大家都不敢照抄 叫大家吃 原來就是有他律 法例 不要照抄 只要改一個字 那大陸就照抄 好過你 如果是這樣 你覺得周六福是否照抄 又不是 又不是嗎 即是可以了 我不是說可以 你比起新平衡 比起G2000 你怎樣看 G2000很離譜 我完全 Doubarlin 你還会再略 Doubarlin 不就是doubarlin 沒 reim Lew平積 持 bare下字 比起新的 Arse 真的不同嗎 但英文一樣 對 Doubarl none 但是中文是也一樣 有英文在品牌上 有一種所名為影射 你太過身接近 便會被影射 我幫忙跟香港律師打過一些官司 有兩間金舖的問題 最後打贏了,影射就不可以 周六福也算是 很簡單,大家都在賣金 如果是第二行賣食品 跟金舖無關,就沒有影射 如果大家都在做那行生意 這是商業的考慮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你會發現古代都有 其實是為了幾件事 最重要是名和利 有名有利,就有抄襲 就是想爭名 你知不知道 中國最早的抄襲 就在科舉市場裡抄襲 怎樣呢? 因為以前科舉 考科舉不像現在的 考堂 是一個真正的考試地方 是真正的大堂 但現在大堂 就不會遊到一間小屋子 那小屋子 只是上高 就有個桌子 可以鋪在那裡 鋪在那裡 寫寫 那些獨立 沒得偷看的 就在旁邊 一間一間一間 即是它完全是蜂蜜 就是蜂蜜 看都看不到的 它是在大院裏面一個個獨立 一個停一個停 那你一考 你考幾天 不是考一天 不是考幾小時 所以有個書童招呼他們 書童 沒錯 就跟他擔野 和進去 擔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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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順擔野 那就好了 現在我們經常說 出宮 就去大便 出宮就是從那裡來的 因為它有兩個門 有兩個門 一個叫出宮 一個叫入境 即是入境 即是入境 即是入去這個考場 就要很公公的經營 是 出來呢 又要很公公的經營 因為考堂裡面 就沒有公廁 是 你要去廁所 你要申請 你告訴你 我要出宮 要由出宮的門口出去 OK 所以現在你引申 就叫出宮 是 就大小便 是 是 是 如何出宮 當年 這番時子 在市場 不是 在衣服 OK 他將衣服倒轉 因為當年 即是反袖 看到的 全部內裏 整件衣服都抄襲了字 現在還在網位館 還會看到 是 為什麼意思呢 他說 就是 考四書 四本書 就是《論語中容道》的文字 就寫得了 抄襲 這麼多的字 抄襲到三圖 出題目 就出這四書 叫你出句 叫你解 你都不知道那句在哪裏 你解鬼 有沒有尋問 你又不會背 那些人 四本四書都抄襲 到三圖 進去幫幫助 沒有人看你 就逐個找出來 直接抄襲 那時候已經是抄襲 這些不算抄襲 你抄襲 為什麼呢 你抄襲這麼多 你把考四書 即是叫出貓 開門書 開門書 不是開門書 要你唸的 自開門書 這個其實就是為了什麼 這個為了明 你剛才說的 是為了離 為什麼他要用張小全 為什麼要用黃馬志 就是因為有離 因為人家已經建立了商牌 是 你又拿了別人的努力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情況在中國人是特別多 就是擾亂視聽 我明明 譬如我的品牌叫做Ruby Happy Ruby Nuppie 有似樣的東西 他是抄襲 他欺負一些蠻毛 那時候偷出貓 其實都是一種抄襲 這個抄襲就是偷明 你剛才說的就是偷利 都是利益 中國人 就是很硬錢 對 很欠錢 這個你再回到後面的看 就是因為中國是地大 但物不薄 人多 職位又不多 於是乎 我要快發達或想發達 就走捷徑 其實跟別人一樣 是偷竊 就是偷竊 那些人翻版就是偷竊 譬如你出貓 他都當是偷竊罪 偷竊罪 偷竊罪 但是你看到有些是另一種 我剛才想說的分別就是 現在香港都是那顆字 周大陸也可以 周六福也可以 但是海天堂 無緣無故弄個大家姐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食店 那些反而不是 我反而覺得那些不是海天堂大家姐 那些是爭產 不就是 但是不是真的抄 你爭產可以用別的名字 他為何用別的名字 我又是那個Budstream 你是那個Budstream 我又是海天堂 你又是海天堂 你又是海天堂 問題就是 沒有理清楚 就是他們這樣想 中國人就是 我和你朋友打拳的時候 什麼都無所謂 字都不用簽 物月期未過 大家過了物月期 就什麼都計 你又認爲你 我又認爲我 還有中華人的信心 這些人的信心是低很多的 剛才Ruby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如果我覺得 我是做一些燒鵝更好過你的 或者我兩個 我為什麼不用自己的名字 我為什麼不用自己的名字 我就用自己的名字 Ruby 是呀 那你便叫做阿仇阿茂 又可以喝你 刀頭來 我為什麼要借你的名字 現在中華人喜歡借人的名字 借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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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人的光 而且省了廣告費 我重新建立一個品牌 好像很浪費時間 但是你拿了別人 舔了別人的好處之後 自己就擺了面子 那就是走晶片 其實香港人全部都是這樣的 也不是香港人 國內都是這樣的 國內不用說你 我試過去國內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現在做品牌顧問 有時候在國內開會 擺明那個品牌 跟那個品牌的字不一樣 但是讀國語 普通話音是一樣的 字音 大陸的品牌都很清楚 大家做內衣 大家都是做表形內衣 然後我說這樣不行 你要有自己的DNA 他說不要緊 他們抄我的時候 我們抄回他們 他們的客人被我們搶走的時候 我們何不又 搶回他呢 那些客人都會誤會 買了我們的東西 你真是吹奪 上面很吹奪 有一陣子我經常留意國內的品牌 有一個很刁鑽 你知道有一個叫刁牌洗粉嗎 不知道 哪個雕 雕刻的雕 不是雕刻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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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品牌叫做粥住 怎樣叫做粥住呢 怎樣叫做粥住呢 一個粥和一個住牌 哈哈哈哈 他的空間差一點 又是一包鹹粉 因為數不升數 這些全部都是酒精便 全部都是酒精便 全部都是取巧地去佔人便宜 對 但是我們仍未探討到 為什麼中國人是不要臉都可以 除了沒有信心要拿別人 但是他不會承受到一些被人抄襲的風險 或者相遇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會抽 但是他們不是不要臉的古代人 他們知道他們抽你是賊 沒有現在的完全不要臉的 對 我覺得是 以前在商界說 牙齒當金勢 信用第一 是 只是說的 不是 以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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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轉化了 做商業城市之後 競爭大了 開始的人 那些羞恥心 或者那些道德心 就會殞滅了 文化大革命 跟你解僱一下 我就是剛剛說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炒國 就變成全國人民 那時候只有四十億 四十億 現在是十三億 三分之一 完全沒有羞恥 不需要羞恥 因為他去革命的時候 一定要沒有羞恥 有羞恥他怎能搞自己的老爸 怎能搞自己的老母 所謂香港人怎能教他鬥 有一些傷害 只放下精神 就是那個暴金日子 une�� mental 有時候我們小孩子 你肯定連些媽媽都不會被通解我的只是 一路有點漆漆 媽媽會說 很醜 臭啊 rates 有一次 被我老婆罵了幾年 什麼印象那樣 curvil 喝醉酒 有一次 我和女兒 1歲都不夠 就去街外ón 她用濕片 卻要把褲子撥了 我擱了一段片 又覺得那條濕褲沒有用,扔掉那條褲 有的不穿褲,有的不穿褲 那女兒沒有了褲嗎? 請問是賴濕了 賴濕了,一歲 一歲不行的 一歲賴濕了那條褲,我扔掉那條褲 然後我覺得沒有理由我拿著褲通一走 扔掉那條褲,抱著那女兒 那你被她罵了一輩子,差不多還罵了 為什麼呢?覺得是很羞恥 不是那女兒收恥,那女兒認識什麼 是我收恥,但我又覺得不是 天真無邪 她也天真無邪 我怎樣處理這個 濕著,否則坐的士在家裡 那你坐的士,那條褲 那坐著你大腿 那條褲是否吹? 吹的 所以女人和男人的收恥心不一樣 你身為沒有一條褲就很收恥 你穿衣服是有一個原因 那我就會覺得,你夾著這條褲很辛苦 那不如我抱著你 你那個小孩 通爽一點 通爽一點 就不需要 那你就扔掉她 扔掉她 就罵了一輩子 如果你當我老婆也罵我一輩子 我就會說你怎麼可以 但我也覺得 對女兒都沒有意見就算了 女兒一歲都沒意見 但是近來呢 我想說這個問題就是 在我們這一代 在香港出生的人 仍然是有羞恥心的 最多這個差別就是 男性女性的羞恥心不一樣 大家都是處理這些事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唯今之計之後這樣做 我跟著答的 一樣,後面的過程完全一樣 但是呢 是有沒有扔掉那條褲 的問題一 即是證明 我們在文化大革命 沒有影響下 是不覺得怎樣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影響到今時今日 差不多幾十年之後 那一小孩通街的大人 那一大人 你不要說小孩 大人也有膽子 大人你有沒有見到 有一個女孩子 買iPhone 二十多歲的女孩子 在一個好像成都 地鐵站外面 扭男朋友 我要iPhone 6 你不要嘛 脫衣服 這麼爽? 是呀 脫衣服 我就在那裡脫衣服 你買不買 你買不買 然後他就在吵架 全身 反過來 他就是知道 他男朋友有收恥心 他男朋友不理他 他也沒有 他就是猜他男朋友有收恥心 所以就接受威脅 就買給他 但他男朋友原來也是沒有 他沒有收恥心 他以為男朋友也沒有 我以為男朋友有 有 誰知道男朋友也沒有 絕對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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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襯的 那他什麼時候再穿 沒有啊 就拍到他 買為止 沒有買不理他 在那裡吵架 是 是 現在你這樣說這個故事 我相信真的人有原罪 是 真的是 沒有理由 其實我們錯 因為我們衣服弊體 真的覺得自己有原罪 其實他們是天親無邪的 我錯 又調回大陸 其實大陸 待會再講樂壇 Ruby講樂壇 你夠不夠時間 夠不夠時間 夠不夠時間 還有一半小時 OK 我講到大陸 你知道嗎 你講到iPhone 6 我突然想起 又是跟我們話題 沒有離題 就是有一件事 真的很離奇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去了昆明上班 他被人笑 他回到大陸 做蘋果店 真的是蘋果 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蘋果店 因為他在香港 做Apple Store 那時候還沒有Apple Store 就是Apple Office 然後派了他回大陸 人人都笑他 問他是不是回昆明 我最初都不知道他笑什麼 原來昆明有一間蘋果店 專門賣蘋果電話 產品、電腦 突然間一天 撿了一顆 上班的同事 突然說死了 撿了一顆 怎麼辦 去上訪 即是去投訴 有一個專門去了蘋果店 問 有沒有這件事 不是 我突然被人解僱 裁員 沒有交代 因為蘋果回覆他 其實我們沒有在均勤 這也是近兩年的事 他很絕 他整間一樣樣 所有產品 幾層 玻璃 然後他們又穿藍色的蘋果 白色牌 一樣樣 所有人不知道自己不在蘋果做 他們以為自己真的做了蘋果 收了錢 就不是蘋果 他們全部翻版 其實他們是普通的商店 全部翻版 全部翻版 假裝蘋果的東西 但他們都是蘋果的 因為均勵很多都是文工 那些人沒有什麼水平 那些人進去做 被人撿了一顆 都不知道自己是正在翻 一間老番 想想他們多徹底 真是不頂 真是不頂 真是極品 但我講講香港 例如說樂壇 我覺得香港的觀眾 或者聽眾 都是不在乎他們的偶像 是否正在做老番的行為 是 我覺得這件事 我剛才被他罵了你 我不是罵了 那一個例子 例如說李克勤 他整個紅日的大碟 十隻曲 九隻曲都是唱 《玉之浩爾》的歌 是《玉之浩爾》的作曲 是正常買的 買的 買的 所以他授權給你唱 但他下下頒獎典禮都說是我的歌 那他唱 你老闆 你隨便在街上問一個人 紅日是誰的歌 他不會說是《玉之浩爾》 他只是說是李克勤的 原因就是 你看李克勤那種表情 那不是的 例如你去聽那些麥當娜的歌 那些麥當娜的歌 那些麥當娜 他不會覺得那首歌是誰作的 《Now Rodgers》 不會是《Now Rodgers》 像《Version》 不會是《Now Rodgers》的歌 因為是《Now Rodgers》幫他作的 你問那個《Version》 每個人都是麥當娜的歌 對 不是《Now Rodgers》的歌 但問題就是那個藝人 我覺得他臉不紅二不赤 用很堅定的眼神 但我當時做電視台的時候 出版本就一定是原本的 也有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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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個《Singer》 就未必在他講話的時候 應該那首歌是《改字》 至少都這樣說 應該說的 因為譬如 又說開名 劉家昌很多歌都是韓國歌 日本歌 羅文也唱很多 是日本歌 但他是不是用回自己作 還是買錢 拿別人的錢 買回來的 可以買回來的 但我覺得買的不是太大問題 其實有一個很大爭議的就是余貞 在商台的時候 我們曾經 原創 其實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余貞未講 之前兩年 我已經大力鼓勵 原創 原創 因為我當時搞唱片公司 我認識他的時候 很多人就鼓勵原創 直到現在都是 你才可以一起做創作的碟 當時出了唱片的集感碟 叫《有骨氣》 全部人都是指定原創的 當時為什麼我要找一個舉動呢 原因就是當時 香港的樂壇實在太可悲了 十一首歌 有十一首歌 有十一首歌 都是 抄著樂 對 或是買自別人的歌 這時候這麼巧 我正在拍電影 張樂佑 不知為什麼幾套戲都撞到他 每天都見面 我跟他不太熟 我忍不住 跟他說 為什麼十一首歌 十一首歌 十一首歌 都是日本歌 為什麼你不給香港的創作人 什麼理由呢 不可以 他當時作主 也不是他作主 他選擇很多歌 奧靖玉賺的 他不可以的意思是什麼 尤其是他也認為 他不可以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那些歌的水平不夠 那你就努力了 他覺得那些人不努力 創作人不努力 就比不了日本高水平的歌 給他唱 啊 即是他的角度 就回答我了 如果你是完全 十首歌都是買自日本的 那你就不要衝自己作 你聲明 你聲明 只不過當時的風氣就是這樣 於是乎兩年後 到余僧那時候很大權力 在整個香港的樂壇 沒錯 沒有錯 那一個舉措 就是說 全部Cover version 是不播的 哇 那時候幾多樂壇中人 就剷到他 甚至乎 到今天更浪浪上口 就賴了余僧 說因為這樣 就令到香港沒有人作歌 但其實當然是兩回事 因為你們寫難取義 令到樂壇沒有人作歌 是很正常的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是那時候 只是可以播原創 所以多人作歌嗎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很多唱片業界的人 就是覺得因為這樣 沒有人買唱片 因為原創的那些不行 他們都認為 你作的那些流 是的 沒錯 那我這些人 我隨便買第二創作 他們做生意 當然是寧願賣來老爺 喬莊騙那些人 說你當作自己作 我不說 香港人最厲害的那些作歌藝術家 就是當你踏了別人 又不認自己是 又不認自己不是 這些最高手 我也認識過攝影師 他又是明明想不去拍攝影師 就是人家問他的時候 他就帶著黑昭 又不說是否自己拍 但人人都以為是他拍攝那些 你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你說 那些人在香港最煞食的 就是因為那個年代開始 於是乎 就訓練到那些聽眾 全部都是很不在乎 根本那些人作都沒有所謂 現在不會發生的了 那時候沒有網絡 問題是他不在乎 問題是 你只要你的群眾 消費主義也是這樣的 消費主義是不理會來源的 他只求合適他自己 那他便會買的了 因為他是消費 所以我發覺 問題在我身上 我經常跟別人爭論 以為的問題在我身上 原來我們香港人 是不在乎有沒有原創 他只是消費主義 他只是適合他自己 他適合他自己 又不適合 追轉窗就是粵曲 粵曲呢 就真的沒有人作給他 不是因為那些歌詞 經常都轉的 但不適合 都不是經常都轉 那些 melody 都是原創 都領叮叮叮叮叮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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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曲真是原創的 一定要作的 你不能不作 你最多用那首歌 排過詞 排過詞 寫個田的詞 都要原創 我爸爸自小都是聽粵曲 我經常聽到大粵曲 但我來他都是幾個道路 藍音就是 藍音只有四種 如果四種重複 但粵曲不是 有很多不同的 如果這樣說 其實你現在的想法就是 cover還是不cover 粵曲他們 譬如紅線女唱的粵曲 比如說 他可能是誰作給他的 但之後有唱善女 善女康厚的人 紅康的人 都會繼續去 cover他 那你那些 cover呢 其實這個 這個舉動 正正就是 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風格 等於正牌老正兄 我跟你的腔 只不過是專師中道 我tribute你 而我自己又不用 鑽一個腔出來 令觀眾取悅 他就是拿了別人 以前earnock 那些 那些名望 要來再放在自己身上 都是賺錢 其實是 那有未必定 譬如 我是沙士比亞 三十六個劇 現在都在做過的 一樣是用那個劇本 不過我們不同了 今次是黃秋生 袁安安做 那他有他的討論 或者他有導演 都是那個劇本 那你覺得表演上的分別 沒錯 現在剛才你說的那個 洪康 或者是呂康 或者什麼康 那是表演來的 那個就不同 抄襲 現在你最 最主要的是什麼 第一 就是原來 你整個 melody 不是你作的 現在 現在歸入了自己的 poverty 問題就是你收著版稅 是的 你拿到 把人的東西 偷了之後 放在自己的行李箱 這個你反對得對 所以反而我覺得 covered version 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 那些抄襲的 不知道誰有首歌 說自己作的 其實不是的 在韓國說 不知道西班牙有首歌 有一樣的 我不是說他有問題 我說 我在研究 為什麼中國人 對原創 這麼不執著 原因就是 大家覺得 covered version 是沒有問題 法律又沒有問題 給了錢 但是就是喜歡 拿別人的成就 走捷徑 走策 走策 走快展 我前個星期 去一個歐盟商會 有一個 我們說創意的 少少 說創意 歐洲國家的領事館 在這裡 說創意 為什麼香港有創意 最後一個笑話 中國人有一個最患的習慣 就是差不多 每樣都是差不多 如果你做了一件事 我做到差不多 就差不多 都是這樣 然後我創意了 我工作的 我賣到的 那就可以了 那些人是不會 只是看一個成就 但是 其他人來說 他們有個堅持 那件事是你的 不是我的 就不是我 他做到你這件事 是我的 我很尊重你的成功 但是我要做我的 譬如我經常都說 以前有一個推歌節目 我發覺 我講了這麼多年 我都是徒勞 徒然 即是趕來都浪費 是沒有人認同我的 我想我跟Ruby說 Ruby可以回答嘴了 因為他也是唱片公司做過 即是 譬如從雷仲德開始的年代 我直接浪費時間 我把他的作品和他模仿的作品 剪在一起 是沒有人知道的 甚至是Indie樂隊 即是阿朱就知道 因為我剛才認識 我們operator阿朱 我就給了一首 英國的歌 和一個本地樂隊的歌 我混合了一個版本 那麼 阿朱兩首歌都沒有聽過 但是他會以為是一首歌 但是作為那個 不認自己是差的 但是如果作為Indie樂隊 我真的遇過一些 我聽完他首歌 我覺得 我聽完了 他對中國的音樂 我覺得她不是太合適了 在外國的法律來講 如果有三個版本 然後就像 三個版本 所以已經會 Pasad 已經當這是了 所以你 predictive 真的不算是差別的 fork 其實我上次製作 了 melody 一些音質也沒有消失 沒有差別的 但是有 della速度 用音樂器, 用音樂器,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又很討厭EDM, 現在最流行的跳舞音樂的EDM 一隻和十隻都是一樣的 那些叫取效, 那些叫走法律難 我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我做過幾個討論 專門跟別人說什麼是抄襲 以及說創作的來源是什麼 我曾經很有系統地處理過 例如我拿了三首歌, 有一個叫林奧德 他有一首歌簡直是Sakamoto 即是版本龍一, 有一首Beauty碟裡的Neo Geo 他簡直是整個介紹, 就這樣放進羅文的孔子藥 一模一樣, 大家有空就找到 我們那些朋友, 你也知道的 我照說的 我們笑了達叔幾十年 他的後槍像Night Porter 很可憐 臉不紅耳不赤 臉不紅耳不赤 連好前衛表面穿得很帥 我們以前, 如果我們處理劇本 就有法則 因為我們有基本法 劇本有基本法 基本法是什麼呢? 就是從人物性格發展故事 很多時候, 很多編劇, 那個年代是不敢的 因為你用這種方法, 照鏡照出來的 很多時候, 懶的編劇就會 看到有一段電影在電影裡, 很棒的 整段電影就抄了過來 你都可能見過在電視 整段你抄過來 又是臉不紅耳不赤 但如果在舊時候的制度裡面 你馬上死 馬上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不是這樣的人 都不是這樣做 你那段電影因為 不合乎你原來 設計的人的性格 即是泛駁了 沒錯, 他是做不出的 他講不到這句話 即是性格突然衝突 即是今天, 明天就會無端 gust 有時候, 例如外國有庭片 是肥仔、好笑的、 瘦的少爺仔 然後這樣才有庭片 這個沒問題 這是描述力 世界上有一個法則 逢於是肥瘦、高矮、醜 是原素, 很難 但整段戲誆人討,我都很厲害 很討厭那些人,因為那些人真是爛 他看完電影,覺得這場戲很厲害 這場Bulls,Willy,握一把槍,一個人打了那麼多賊 這套就是大黑的,他全套都抄襲了 當然他不是那間大廈,但他的精神是一樣 原來回頭,為什麼證明你是抄襲? 因為你不是神槍手,你不是那個警察 你不是那個警察 即是不會這樣做,會絕對的 即是突然之間,探者變成了神槍手 大哥,我開了名字,你告我 高智森有一套戲,是賀年片 他裡面,無論是道具 他的狀況很短 就插了一套片叫做《Top Secret》的戲 無論是電話,即是用鏡頭 譬如你把鏡頭放在前面很大 人很遠,他就玩這些鏡頭 對,連鏡頭的角度都插了 對,我覺得這些都插了 周星馳那些,你覺得怎樣? 周星馳那些,他們覺得現在是Tribute 即是鏡頭完全一樣 另外有個字,叫做Parody 如果是Parody,你一看就只是Parody 他把自己承認了 你是不是自己承認了 承認了,Parody Parody是黃晶最喜歡的 真的有這種方法 但他有一個 purpose 是使得Parody,使得你覺得好笑 但是誇張,很厲害 把你原來的照片 這個就不是叫抄襲 這個叫Parody 有名字,有方法論 現在我講的就是,我覺得那裡好 然後我吃不住東西穿過來 我完全沒有理會那個人 怎樣應該說 怎樣應該說這些話 怎樣應該做這些話 這樣就真的看到了 所以你有很多事 看到那個角色很分裂 但你剛才說的那位高先生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整體 所以他不覺得有問題 絕對是 其實是整體的問題 現在他就說了 原來那個銀子放到自己那麼大 遮到自己的眼 人就開始沒有了那個羞恥心 怎樣沒有了羞恥心 就是因為那個銀子遮了 銀子遮了自己 遮了自己的良心 剛才說出貓在市場 就是一個名 他想考到那個狀元 那個名就遮了 現在呢,利,遮了 那不是共產黨 那不是共產黨加快速度 令到這件事 全國全民全黨正在做 我們剛剛在這個小地方 還有一點點良心 看不過眼 最慘 最慘,我們又不夠貪錢 是不是 我們貪錢一點又沒有了 這樣的良心 我們輸在起跑線 因為我們今時今日還出來運作的人 起碼都是見過文革 我們又沒有份參與 是啊,你沒有著宿啊 如果兩人參與文革 那些就沒有了羞恥心 即是你的行家 那個不知什麼立什麼 那些人也是 可以沒有了 他在文革走出來 所以我們不是歧視國人的朋友 其實問題就是 你切身處地 如果你是他 我以前為了生存 我為了不用被人打 不用被人死 我就是為了做同一份 不過這件事也是藉口 很多人用你說的說話 我要生存 我要吃 不是,我是包容他 其實有很多是死硬派不肯 求河死了 又有 你都死了 被人害死死了 我清晰就是這樣 要求他,你不如讓我撞火 不如你 我不想再給你油論 有些人跳河死了 有些人跳樓死了 有些人跳樓死了 那不是每個人是因為生存 但求生是否一個美德呢 這個又可以相關 看看你呢 這個又回頭說 現在很多不好的 但又很多好的 好的話 他就說 有些事情重於命 寧願不自由無靈死 是不是那個樣子 不是,那個法國大革命 自由無靈死 那個法國大革命 現在我們在說那種 譬如說 有甚於生死的 譬如人意有甚於生死 看看執不執著那個問題 但這件事呢 不是普通人做得到 要聖人言人做得到 譬如我們讀聖言書 我都不保證自己 在最困難、最危急的時候 會不會變節 但起碼要提一下自己 是 因為在底線 你知道有些這樣的事情 要掙扎 你沒有掙扎 那條線是很自然去的 你還有一些掙扎 好不要偷這些錢 有架介本車 現在在彎仔打開 全門 前面就轉了 你至少有少少 在心裡頭 要鬥爭一下 因為男人不撿 被老婆罵我 我用很低俗的想法 港女如果我看到一條羊腸在前面 我也有掙扎 那到底隨不隨身去引誘她 大陸妹 不要 不用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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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雖然大陸妹都是好人 但我猜得太多 因為你有經驗 楊翔方面 我不用 她也是楊翔的專家 楊翔專家 她不是去各大名牆 國際性 國際 國際名牆 我剛才說了一種 不是聖人才能做到 但人人都能做到 但問題是你不能偏離太遠 對 你明明看到的 其實我呢 現在最好 Facebook 不是經常都回帶 你去年 今天post 那些什麼 最好的 我看到有些朋友 人面全非 我發覺 我要和一些朋友道歉 因為我經常都在朋友圈子裡面 就踢爆了一些 或者指出一些人 那些很差的行為 令到沒有和諧 甚至乎不和諧 我經常做到這個位置 在朋友的角度 圈子 我是做到一個混蛋 因為我經常破壞和諧 但他們明明 每個人都知道 他們是這麼壞 但每個人都選擇雅忍 而在一起 最多在你面前不說真話 其實香港人是喜歡選擇 他知好相見的 沒錯 我覺得 大家互相縱容 大家做一些噁心事 而集體做一個 面不紅 以不赤的錯事 但他們又想不到有氣場 如果你是一個負能量感人 這樣想法的氣場 你走過來 其實都會沾厭一些 我選擇有時太過分了 例如unfriend 就算了 不要再沾厭這些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有些事情 想回頭 你自己執著了這麼多年 我明明是沒有錯 但為何出來呢 到處不討好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香港人自小開始 都很懂得想藉口 即是說你做錯事 一定想到理由 一定想到理由出來 一定想到理由出來 是 是 是 你即場一定有的 即場就手之不盡 沒錯 沒有人肯揹握 我那天講了這個點 我問為何我可以做 阿頭做這麼久呢 因為很多人是不肯揹握 我們那時很多同事都是 四架握 我呢 剛剛倒轉 我就是揹握 有時呢 本來這死貓不關我的事 我都拍拭口出去 就是我認的了 為什麼呢 我的觀念就是 如果你肯認 和同事或下屬 揹一些細架 你殺人荒荒不可以我認一下 我不關我的事 小錯呢 都有份的 我有份 我教得你不好 我已經是有份 我肯負起責任 那些人呢 會歸心理的 會歸心理的 但是呢 香港人很多呢 就不喜歡揹握的 很怕揹握 他可能呢 他以為 揹了那麼多握 那個記過 那個筷子後了 將來呢 就不能提升 有些人說自己是完美的 沒錯 有些人說自己是完美的 那些人明明是我揹眼的 但都寫給你 因為我不會跟你瘋的 這些你很壞 你覺得我壞了就算 最好呢 那時候就說 有一件事發生 明明是由監製開始錯了 最後最後受罰的 就是PA 最低的那個 為什麼呢 這件事很多時候都會發生 因為呢 他們覺得 監製如果我錯了 那當然是看看哪個層級的人 犧牲呢 最沒有影響 最沒有影響的 就找那個人揹他出來 很政治化 而且那個人是長期被人排斥的 沒有什麼聲音 又對 又揹他出去 就是耶穌 是 就一定對 你說耶穌也是 大家都 很多人都信耶穌 包括我 他真的不太熟耶穌是什麼人 是不知道的 是 Rockstar 完全掉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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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香港 我相信大陸也一樣 沒有人肯揹 所以我們今天整晚的討論 究竟關於儒家思想 又或者中國人的自卑 跟這個問題有關 柳澤 全部都加在一起 全部都加在一起 全部都有關係 其實拍胸口出來就會好些 中國人還未肯 什麼叫怕胸口 什麼叫怕胸口 不要緊我來 或者我創造一件事出來 鬼佬我跟他打工 有些人做過鬼佬伙計 鬼佬也不是不領埋鎖 也有很多不領埋鎖 但也有很多不領埋鎖 但問題是 尤其來到香港做殖民地的官 做殖民地的伙計 上司 他當然不領埋鎖 他有權 為什麼要領埋鎖 但我又認識很多鬼佬 是很公正的 即是說 在他的心目中 最後那個就是公義 不理你什麼規矩 最後我要主持公義 是又是 不是又不是 是就是非又非 這樣 很多時候 他自己肯承擔了 變成了 別人尊重他 買到這個尊重 就比你家人工好 即是你老闆 如果是你值得尊重的人 人格好 或者公正 你就比他家人工好 為什麼呢 凡事處理你安心 現在的人說 維穩 就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維穩呢 因為你上頭不公正 我只有不穩 如果你上頭公正 就何須維穩呢 維穩就是不穩 有不穩 有不穩 為什麼不穩 就是不公正 為什麼會有烏陷村 這麼多人造反呢 還是石呢 你有沒有看他的照片 有 嘩 好可憐 其實 主要為什麼 這麼釘死烏陷村 原因就是 那個村長 是 他是公投 即是 即是 香港都沒有 他就這麼多人 在村上 提出 村長 是非常前衛 其實他有時犧牲了自己的利益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村長 這麼突出的 又這麼講公義的相對 但政府竟然是當眼中定 但是他跟政府不接軌 政府都不是這樣的思想 這個就是我們民族 難得有這些人 雖然他不是聖人 但他在這麼強權 要代價這麼高昂底下 死了 一定不會博 他提出這些 其實是人生本身 是應該擁有的 基本人權 沒錯 但是上面已經說了很大件事 你看回香港 其實 朱凱迪 你看到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當然 至到現在還有很多人爭吵 因為他跟什麼 最終的利益者 是不是真的香港市民 有人在爭吵 這件事還在發展 但是他的精神 和勇氣 竟然今天大公報 說他是最黑的選舉 他的票全部都是黑票 其實老實說 就算大陸那些新聞封鎖 你以為他不懂得分辨嗎 大公民會罵清 那些都不方便是壞人 更好 即是馬上跟他加冕了 沒錯 馬上跟他比較光環 很簡單 華東教了 敵人反對 就是我又要贊成 即是他當了敵我分明 這個就是給懶人用的 你都不去分析 是不是真的這樣 敵人不是給你朋友 你是短暫的朋友 短暫 有用的意思是有錢 沒錯 可能是有用就有錢 沒錯 即是有用就解決了 舉個例子 因為開頭97年的時候 我已經講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立法會 好像西方那樣 有一個反對派 有一個 執政黨和反對黨 兩個力量 兩個力量 這樣設立一個會議 就用來監督對方的行政 如果你行政不妥 我就我講我套怎麼做 說完之後 我贏你就是我做的 我做 反對黨做的 不是你做的 於是我經常打你 為什麼呢 我要穩住你 監察你 這樣有力 後面有力 為什麼群眾會幫助他 支持他 因為知道 我又看你怎樣做 中國人最厲害 那麼厲害你做 但問題是 我做到才行 我沒有那麼機制 第一 這個機制不到你 反對之後 你幾大道理都好 你怎樣贏都好 你不要分座 所以下次 有人想答別人這句的時候 你看清楚香港的選舉條例 和我遊戲龜又怎樣玩 第二 這個組織 設置 是不讓你贏的 世界上是沒有一個智慧 好像香港 公我贏自你選 是等於 公我贏自你選 你一定贏不到 是沒有可能的 你想想他提供這麼多資源 哇 又說人家賄選 自己賄選得不得了 是不是賄選不來 總之他的設立 基本的設立 就是不能贏到 他民選的席位都少過非民 也少過反對派 你很想死 但是 是議會投票的 他加了功能做組織之後 那些大件事是永遠不會輸的 有另外三分之一的一半 又是鐵票來的 不可以玩的 這個不只是香港 大陸自己也是這樣 大陸的比例 可能是大陸總部 都沒有的 所以 因為今次有下次的不見到 你睡覺 好好的綁架 你不睡覺 你不睡覺 比例代表制 沒有可能選到 大陸是反對派的 沒有可能 所以 這個很好笑 這個本身的笑話 是好幾層機關 還有好幾層的保護 使得你贏不到 反對派贏不到 所以 為什麼贏不到 為什麼那些人會有 出此方法 我不要下策上策 叫做拉布 就是因為我贏不到 我不公平 而且你要立即白板 是不是要先逮捕 你設立是不公平 如果你設立公平 拉布就不公平了 你設立不公平 拉布就有他的可能性 有他的原因 那你不說前面 前言不公平 說這一句 我都知道拉布不好 但為什麼要引起拉布呢 因為他設置不公平 是不公平 最有一個盲無 盲無的領袖才是最恐怖 就是連劉會和拉布都不公平 是 劉會為什麼劉會呢 就是因為你那些傳承 不夠人 你受你的蛇齋餅種 那些議員 就是派蛇齋餅種的議員 你都不在 你令到劉會 更加賴些拉布 就是把這兩個人捆綁 這個呢 有兩種 叫賊佬邏輯 賊佬邏輯呢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 我不能吃 我搶你吃 這個就叫賊佬邏輯 你說出來好像對 我不能吃 我餓 我要搶你吃 那我就搶你吃 那我就餓 即是廁所沒有一間蛇屎 對呀 不可以搶佬邏輯 那跟你說 為什麼在廁所 立法總統有餓 那那個立法總統都是丟的 對呀 對呀 那你引伸就說 反正這個女人都被人X 我X了 全部都是雞 他叫你嗎 他叫你嗎 你被人強姦 反正都是拆了下去的 不如你享受一下 這個就這樣說 不錯 這個就是炒邏輯 第二個就是荒謬邏輯 即是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他硬作了理由 原來說這個理由不對 是歪理 因為剛才他舉之不盡 最多歪理就是政府 現在 如果你問我 講這個 本土港道是不對 我就不是說學校 舉個例 叫做講粗口會講出校 我的比例是什麼呢 就是你學校講 我要推翻學校長 我要推翻學校的校東會 對嗎 可以不可以呢 你現在講 學校就趕你走 是 是這樣 那一例就對 如果不是 我說學校 講粗口就不對 就要講粗口 這個就不成比例 不成道理的道理 這個又是炒邏輯 就是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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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永續基本法都是歪理 你說基本法又不公平 你還要永續他 不但不拒絕他 沒錯 你做什麼呢 你不喜歡他 但是要永續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也會相信 我看我的朋友也會相信 但有一晚我跟法國朋友吃飯 就是講香港的政治 他們不太了解 就解釋給他們聽 然後他們說法國的時候 右翼和左翼都是這樣對行 有一個議會 好像反對執政黨一樣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說香港人是否準備好 就是他們譬如說 右翼上場 左翼上場 其實他們每一次的變遷 都是會翻天覆地 將所有政策調一次 重新化整為人 這樣調一次 然後就會令到整個社會 是有很多很多的不穩 是呀 一段一段時候 或者那些人會移民 會走 譬如上次說 稅制的75% 他們是很多大的企業 是走了 撤資 他們說 其實你們香港人 會不會 你們在那裡揮發這件事 但你們是否準備好 香港人 業工好龍 香港不會的 香港最重要是要錢 就是說 其實你見到很多人 轉軚是很正常的 他當時 譬如雨傘革命 不要說那麼近 說遠一點 譬如2003年 七一遊行 那些人多了 但今天有一半變成藍絲 要想為什麼就知道 他為了自己的利益 走出來 那我們的時間就夠了 今天就多謝 多謝 Ruby 下次再來 不用等女王 等我不在這裡 你可以來 我常常回加拿大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